就我这练习两年半的手术 即使两个人跟我抢功能 我也不太怕的 拿下这两个淘汰赶紧进屋收装呗 听你脚步 我们头上还有一个人 把古杂换我子弹直接上 可以利用敌人的枪刃掩盖一下脚步 打掉这个纸汤啊 下面现在又来人了 这个小子开着摩托就冲进来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原理生涯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能是刚起床的第一句游戏吧 手法有点跟不上 但是没有关系 虽然我被打出去了 但是我竟然还有了意外收获 落地之后看见房顶上有了人 本来想一口气把他给拿下的 当时没想到竟然马枪了 听他啊 这个枪声 手里面竟然还有一把大击伞 嘿嘿嘿 没想到落地竟然意外获得一把大击伞 刚拿上打击伞 旁边就来了一只坤哥 嘿嘿嘿 拿下这个地方 我也是开着我的飞机过来追空头了 本来还以为这里已经打完了 我看到空头下面空荡荡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还有这个着火的吉普啊 旁边竟然还有盒子 我以为是别人打完架已经走了 但是没想到就在我铁毛的时候 差点没树后面的脑6给溜了 嘿嘿嘿 打掉这个脑6之后 我也是成为本场第一个淘汰王 就在我开着飞机要竞选的时候 也是在天上让我遇到了同行 对于这种情况 我也就只能选择下手围墙了 对于先行动 我一般都有很大的优势 把对面打的都不敢漏了 马上飞机就要失效了 我也就只能开着我的烈火站的时候过来捡空头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让我遇到了同行 嘿嘿嘿 打掉这个人之后 我怎么又变成新的淘汰王了 难道这把有一个和我实力差不多的选手 那就只能决赛圈再找他切磋了 对了 家人们有一件事情我差点忘了 我昨天刚安装好电脑 本来昨天晚上试想在电脑上面投屏直播的 但是我的平板不知道怎么回事 投屏系统一直刷不出来 我也试过用平板的数据线连接电脑直播的 但是我的平板数据线两头全部都是他不是接口的 没有一个是USB连接电脑的接口的 然后转接器又不支持安卓数据线连接平板投屏电脑 那我也就只能重新买了一个采集卡 不许要一周之后才能到 也就是说我真正直播也就只能退迟到一周之后了 实在对不起了 家人们 我也实在没有想到我的平板竟然涂不了屏了 但是重新以后我每天都会更新一个作品 以后我都不会断根了 直播的话也就只能等我的采集卡到了 我才能正常直播 实在对不住了 家人们 我本来还以为一切都会那么的顺利 但是没想到平面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说实话 我还是非常感谢 在我背后一直默默支持我的本身呢 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这边也是来到山坡 看到天上有个飞机 打中两枪 我们再换机三帮他打爆 哎呀 可惜了 没把他炸死 他落了 赶紧开车去前面的坡上 他落伞的方向就在我正前方 如果猜的没错的话 他就躲在前面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波操作竟然被对面质疑是科技 哎嘿嘿 把这个人打溜之后 我也是准备封研开车过去填包 但是没想到这个人居然开卖了 有意思吗 你怎么知道我位置啊 你就知道我位置吗 这么牛的吗 这个位置也不抢你会打的吧 兄弟 妈 落个伞你就知道我位置了 这么牛的吗 马上就要决赛圈了 我也是选择站中心点的这两个房子 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红轿子 嘿嘿嘿 打掉这个人没过多久 又来了呢 他明明知道这里有人 他非得过来跟我打 我是真没想到他连我一颗雷都接不住 这边趁他下车的时候打中他两枪 听见他的脚步也是往旁边拐脚去了 这个华子卡好时间 也是直接把它塞满了 嘿嘿嘿 这边确实给到山上了 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只小黄鸭 我下来了之后 他也就直接过来干完我了 嘿嘿嘿 我说怎么那么涌呢 原来手上拿的是喷子呀 就在我要开车走的时候 也是差点被后面的老六给偷了屁股 没有状态了 不能练战 赶紧往后面跑 房子再被别的地方偷了 我就只能在夜里面打药了 打上药之后看见这个老六还在穿烟 那我就直接把他拉下了 没有了烈火沾车之后 我也就只能徒步进圈了 但是没想到我跳着跳着 竟然看见老六了 嘿嘿嘿 好着我反应快 不然就成为他的排中餐了 这边也是在坡下找到了一辆双人跑车 听见这边有枪声 我就直接过来找人了 科技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呀 就是连地上的伏地膜 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 即使面对这种野猴子 自信的左右摆头都能把他收住郎中 现在的决赛圈那么大 还有最后一个人 我也就只能开车到处找了 但是最后的这个老六还是没能逃出我的千里眼 最后也是22个淘汰拿下本局蛋糕 加了65分 成功镀结钻石 拜拜喽 我们下期见